环保业它拥有一些特许执照 通常你拿到这个执照之后 它的营运可以长达25年之久 那相对的对这些业子来讲的话 它的营运就可以稳健的成长 比如说像 这些都是拥有特许执照的一个厂商 脑袋决定口袋 口袋决定自由 嗨大家好 我是储狂人 欢迎收看财富狂奔 存股是一种结合了存钱跟买股票的 两种观念的一种投资策略 也是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在采用的投资方法 喜欢跑马拉松的詹英哲阿福 他把存股跟马拉松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来了自己一套的存股法 在股价不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领股息 在股价大涨的时候 获利极大化 才几年的时间 他就已经达到了很多上班族梦想中的 月领十万元的股利目标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投资达人张英哲 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 他的马拉松存股法 让存股的股利 除了我可以领多以外 我还可以赚到价差 欢迎今天来宾阿福 拉阿福老师 楚达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福 上一次老师你来我们节目 有跟我们分享到 你是有在存ETF吗 然后其实在存ETF以前 你是做个股 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说让你会觉得说 这个做存个股呢 还不如说存ETF会比较好 是其实我买股票 操作个股呢 有很早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了 那我总共呢 前后有18年都是在做短线操作 就是买个股 买进卖出买进卖出 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这样子18年之后 我发现说其实小赚小赔而已 于是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的方法 没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于是我就改变了存股 那我想说 透过存股的方式呢 去做一个资产的 一个累积的动作 那这是我在43岁左右的时候 改变我的一个投资方法 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跟你 开始跑马拉松 然后才有一个这个转换的契机吗 还是因为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是 后来呢 我其实在40岁左右的时候呢 也开始想说 因为毕竟已经步入中年的 应该要开始保养身体 就开始跑马拉松 那我就发现说 跑着跑着 这个跑马拉松的一些精神啊 跟我们投资很有相关 所以开始呢 就是把一些 跑马拉松的一些心得呢 应用在投资上面 OK 所以想要请教老师是说 因为马拉松会有配速源嘛 才知道说什么 多少的这个 多少距离要跑多少的速度嘛 然后后面才不会就很快就无力 所以你是怎么样把 这个配速的这个概念 跟我们的投资存股 这边把它是兜在一起的 我想要了解一下这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少听到人在讲的 我们在跑马拉松的时候 配速源呢 他会引领着我们这些跑者呢 去稳稳的到达我们的目标 那因为他已经很有经验了 所以他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要加速 什么时候要减速 那这个方式呢 如果我们跑者 你没有什么这样子的一些经验 你就跟着我们的这些配速源跑 那他就会带你到达目标 那我自己在操作个股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常常看报章杂志会提到说 某某人呢 他的绩效非常的好 那其实呢 我们在比绩效的时候 不用跟其他人比 我们其实应该跟这些配速源 比较就好了 如果说你的投资方法不错 你可以超过这些配速源 那么你就是继续维持你的方法 投资个股 买你现在的投资标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的方法呢 其实是落后这些配速源的 那么其实你就可以更简单一点 你就是直接投资这些配速源就好了 你就是直接趴在他身上 然后让他来跑就好了 对你就投资他 然后由他来代替你跑就可以了 所以他配速源等于就是一个基准 然后你来去说 你看他的速度 你才知道说 你是不是跑得太快 或者说 你好像怎么样都跟不上他 你就干脆用他的力量来跑就好 像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会把它当做一个太弱流强 的一个比较的基准 对 那所以说 我自己在做 比如说挑选股票 或者是说早买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跟着这些配速源做比较 OK 那配速源像是什么东西呢 像在台股来讲的话呢 台股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的台湾50 ETF 那如果美股的话呢 就是标普500 ETF 这些都是在台股或美股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比较基准 那如果说是像全世界的股票 那当然就是大家耳熟能成的VT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基准 那各位可以看到是说 配速持股的三步骤 第一个是我们要选股 那这个选股来讲的话呢 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买什么样子的股票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把它列在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找买点 也就是说个股 其实我们要去衡量它的一个合理价 那于是呢 就会有一个找买点的动作 但是在选股跟找买点呢 其实我会认为选择股票更重要 OK 所以这是这两种的一个差别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跟配速源来比绩效 那我这里有列了几个配速源 包括了刚刚提到台股的台湾50 美股的标普500 那或者是说 我们的观众朋友是 以价值投资人为秩序的 那其实呢 你的一个基准可以参考波克夏 因为波克夏就是我们的股神巴菲特 他所持有管理的公司 那他的基效其实就会是我们价值投资人的一个比较基准 老师等一下 这个这个是美国的股票 那如果说在台湾有没有价值投资的配速源 在台湾来讲的话 并没有那么典型的就会变成是个股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现在这两年非常的热门的 这是高股息的ETF 尤其是像退休组啦 他们会想要以领股息为最主要的需求 那这时候你的积效就不能够跟这些追求市值成长的来做同一个比较基准来比较了 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元大高股息ETF 毕竟他是第一档的高股息ETF 那我们可以拿来他来跟他来做一个比较基准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配速持股的三个步骤 OK 所以那接下来可以跟我们细谈一下 在选股上面就是个股的选股 有没有哪些你的一些原则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选股的话呢 我自己比较偏好的是 它是稳健成长型的一个公司 所以说有两种类型的公司的话 我会先排除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景气循环股 因为景气循环股它的一个会受到景气的一个波动 而且这个波动通常你比较难去预测 什么时候会景气循环会是上升或下降 所以像那个硕化股 还有像航运股 这种钢铁股你都不会捧 对这些我就我就先排除在外了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转机股 转机股呢 公司通常会给你一个梦想 虽然这家公司呢 现在是亏损的 那我在今年明年呢 我就会转亏为盈 转亏为盈是涨最快的那一段 对 但是呢 其实这个是牵扯到预测 预测就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这个的话我会把它排除 因为涨最快其实就是当整个事情呢 就是变成事实的时候呢 通常也是跌最快的 利多出境 对利多出境了 所以我会偏向是这些稳健成长的 那它产品服务呢 是比较属于寡占性质的 那这样子的公司是我比较偏重的一个标的 那但是我也会有一些透过财报分析 好的一些量化的一个数字来去衡量 那我主要是看两个 第一个是股东权益报酬率 ROE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巴菲特他最重视的 那这个我会看的是它要大于15% 做这样子的一个基准 第二个呢我会来看的是公司的获利跟股息 我会去看一下它过去五年 它的获利是不是有逐年的一个成长 那它愿不愿意呢 把这个它所的获利呢 配股息给我们的投资人 所以我会看一下它的获利跟股息 是不是是稳定成长的 那当然可能会有单独的一年呢 它并没有办法打标 那这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说 它背后的原因 如果背后原因是你可以接受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持有 譬如说疫情期间 这种受到这种影响的话呢 我们理解 那我们还是会给这家公司 一点时间跟机会 老师请问一下 你刚刚讲近五年ROE要大于15% 还有近四季ROE要大于15%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门槛吗 那他说等于是最少也要超过15% 还是说你平均要超过15%就好 我会是拿它当做一个基本的门槛 如果这家公司呢 它没有到15% 那我就直接拿掉了 只要有一年没有到15%就不行 如果那一年呢 它有特别的原因 所以你刚刚讲第二个 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会给它一点时间 给它机会 但是如果说它并没有特别的原因 那我也或者是说这个我也不了解是什么原因 好这时候呢我就会从它我的口袋名单 就把它直接提出来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两个量化的数字 那必须要达到 那其实呢更重要的 它必须要符合护城河的竞争优势 护城河这个东西就比较 比较没有这么客观了 它比较偏向主观的这个判断嘛 那有没有一个是比较明确的定义给我们 怎样叫做一个有竞争力的护城河 怎样叫做一个想象的护城河 好的 护城河来讲的话 我们会推纳成五种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来讲的话 我们会看到是说 它拥有一些五行的资产 比如说品牌专利 以及特许执照 举例来讲 比如说像我们 常常在全联 全家这些家乐福 我们常常会买一些盒装豆腐 那这个中华石呢 就是做盒装豆腐的厂商 那各位可以看到是说 我们的婆婆妈妈 他们蛮对中华石这个盒装豆腐呢 它有一个品牌的忠诚度 那它就是一个竞争优势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环保业来讲的话 环保业它拥有一些特许执照 通常你拿到这个执照之后 它的营运呢 可以长达25年之久 那相对的对这些业子来讲的话呢 它的营运就可以稳健的成长 比如说像昆鼎啊 可灵味这些都是拥有特许执照的一个厂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我们来看一下的是转换成本 什么叫转换成本 就是公司的产品服务呢 跟客户呢 是紧密结合的 举例来讲 比如说像食品供应商 德麦 它是在烘焙业提供一些原料的供应商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会提供这个面包师傅 他会去研发说 我的这些面包 我的这些产品 它的配方要怎么样搭配 那才能够给我们的客人 一个好吃的一个面包 那当然呢 我们的面包店 它如果采用了这个配方 那也会去买 这家公司 它所提供的原物料 这就是它去构成跟客户 紧密结合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是所谓的资讯系统整合的业者 那举例来讲 比如说像敦阳科 它会提供的是说 它会到 我们的一般的公司行号 它会去做一些网络的部件 然后去做一些 软硬体的一个系统的设定 那它对于客户呢 是非常的了解的 对于它的网络环境 那如果你的服务做得好 那客户当然就不会 没有原因的 就是把你换掉了 那这个时候呢 也会让这家公司呢 跟客户紧密的结合 这就是我们所谈的 转换成本 毕竟因为如果说 要换一家厂商 你要重新适应 那对客户也会想说 那我这是一个无形的成本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就是规模效应 因为你如果说你的规模 比较大 那当然呢 我的平均成本 就可以降低 那比如说像 便利商店业者 统一超啦 全家啦 这些都是拥有 这些规模 效应的 业者 第四个 比如说 网络效应呢 这个是指说 网络上面的使用者 通常都会有个倾向是 会去 用大者 恒大的 譬如说 人力 银行 那我当然是要找 就是这些 求财 最多的 这样一个平台 去丢我的履历 那同样的呢 就是我是厂商 我要去 我要去应 或者是说 我是想要去应征 我也要找 这些 最多的 这些厂商的 来去应征 所以呢 它会有个大者 恒大的一个效应 这是我们谈的一个 网络效应 最后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成本优势 那成本优势呢 最具有代表性的 厂商就是 红海了 因为它 它会有一个 特别的生产程序 来去形成 它一个低成本的优势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五种类型的护城河 老师 请问一下 所以你这边 通常看起来好像 一家公司 它大概就只会有 其中一种 所以有没有哪一个 是你觉得特别重要 或者特别有价值的 我会认为 就是在无形资产 比如说 如果是特取执照 或者是专利 这种呢 是其他人 没办法去 在短期之内 会去影响你的 这个最为重要 专利来讲的话 如果说这家公司 它拥有很多很多的专利 那通常会有一个 保障一些期限 那这个就是你的一个 竞争优势的来源 所以就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会认为无形资产 还有转换成本 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会比较看重 OK 所以如果 随便举例啊 例如说像可能敦阳科 它如果说别人也开始有这种 提供类似的服务 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会 轻松把它降级 是 比如说像 这是一个代表 那通常我们的护城河 就像我们这个城堡里面呢 我们会喜欢的是 这家公司 它会 去挖这个护城河 越深越宽越好 所以用你的选股原则啊 加上你的这个护城河的这些标准 那以目前台股的情况 有没有可以帮我们选几只股票出来 好 我们带到的是 刚刚所谈到这五种护城河 那 呃 归类来讲的话 有哪一些代表性的 呃 这一些公司啊 我们刚刚提到 可以分这几个产业 以食品股来讲的话 我这边列了两家啊 以这个提供 食品业烘焙原物料的德曼 以及做盒装豆腐的中华石 环保股来讲的话呢 呃 我这边啊 是列了两家 一个是做焚化炉 还有呃 绿电 以及循环经济的昆顶 那可林卫呢 他原本是以野蛮事业起家 现在呢 也在往循环经济这边来前进 好 那便利商店股呢 龙头 好 这是统一超 那这个都是我们刚刚所列到的 那另外两家呢 是敦阳科 刚刚有带到 那第五家呢 就是我们提到的保全 啊 相关的啊 股票是中保科 那他目前呢 也往智慧城市啊 这一个啊 方面啊 在迈进 那各位可以看到是说 这些啊 公司呢 他都具有一个特征啊 产品服务是简单易懂 啊 具有寡战性 那呃 他可以重复购嘛 啊 啊 那而且呢 他有定价的能力啊 譬如说啊 这两天呢 啊 中保科 他就宣布了 要从四月开始呢 啊 要调涨价格了 啊 那就就是啊 也可以证明说啊 他是有这样子一个定价能力的啊 啊 那这个是啊 我这边所列出来的 具有护城河的公司代表 这边啊 我们列出来了一年绩效 三年跟五年啊 啊 那 有些呢啊 他的绩效表现不错哈 那当然也有 也有呢 就是在啊 这一两年呢 绩效呢 呃表现不好的 那所以如果说像 像 像统一超 还有说像中华时 那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样 把它换掉吗 还是会让他 再跑一阵子 是啊 这时候啊 我会啊 再去回到啊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配数持股的三步骤 第一个呢 啊 我会去检视一下啊 他的护城河 啊 他的护城河呢 啊 是不是有任何的改变 啊 那我们就以这两 两家公司来做一个代表好了 那为什么中华时呢 啊 他的股价啊 表现不好啊 是因为他的 这个质量的业绩 也的确不好 原因是因为啊 这两年的啊 通货膨胀 好 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 那呃 尤其比如说啊 去年啊 鸡蛋价格上涨 那啊 以这个鸡蛋豆腐 好 为啊 产品的中华时 当然他的业绩 就会受到影响了 但是我们在看投资的时候 我们要看啊 尤其巴菲特也说过 我们在买的时候呢 我们要买进的是短期受到影响的公司 但是呢 很重要的是你要看 那他长期这些短期影响的问题 会不会被啊 克服 可不可能解决 那我们都看到是说 现在呢 包括美国联准会也在压通膨 那我们自己啊 台湾的啊 比如说鸡蛋价格也下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啊 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短期的影响呢 啊 慢慢的啊 就会获得一些解决啊 所以呢 呃 这些股价不好呢 反而对价值投资的人的讲话 它是一个逢低不举的好时机 可是你像统一超 他这个不好有点久了 他已经烂五年了 那怎么办 是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尤其是个股投资人啊 我没办法预期呢 他什么时候会涨 尤其可能呢 下个礼拜他就涨了 或者是呢 呃 下个月他就开始大涨 呃 不一定 像这个统一超而清 烂这么久了 但是他有他的一个 呃 利基在什么地方啊 成长呢 我目前看到的是他 菲律宾7-11 这个题材啊 因为啊 以照 呃 我们的呃 罗董事长这边提到说 菲律宾他有一亿多 1.12亿的人口 那呃 菲律宾7-11呢 他预估啊 将近有一万两千家的 的一些便利商店 那目前呢 对到一万两千家 还有啊 两三倍的 好这样子的一个呃成长的一个空间 那我自己来讲的话 呃 目前还 并没有打算说啊 去做一个呃 调整持股 其实呃 不管是中华时 或者是统一超呢 呃 他背后啊 都有他的一个成长动能 在那个地方 那呃 对于价值投资人来讲的话呢 呃 面对啊 他就是一个耐心的等待 那股价不好呢 其实他就是给你一个买进的好机会 OK 所以说你还会继续在风低再加码 会 好 接下来一题啊 是网友提问 就是说 呃 每次买股票 最难的呢 其实就是找买点 因为买点如果找的好 我随便报都是赚 赚多赚少的差别 然后那有人就在想啊 说 既然找买点这么难 那干脆我就不要找买点了 我就随时都是买点 我干脆定期定额来买就好了 那请问老师怎么看 定期定额的话呢 是一个好方法啊 尤其呢 当我们要不晓得什么时候呢 是一个买进卖出啊 的一个好时机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定期定额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平均成本的一个效果 那通常我自己呢 在定期定额呢 会有两个时机的时候 会使用定期定额 第一个来讲呢 啊 我要去做一个基本持股的布局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希望把我的基本持股量呢 达到一定的水准 那这时候 我就会用定期定额的方法 来让我达到一定的一个持股水准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我发现啊 它目前呢 是一个长期的低点 譬如说我们在使用本益笔法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说 合理价 目前的股价呢 它是低于合理价的 那这时候呢 我就不用太介意呢 这一个3%的一个价格差距了 那我就可以呢 去使用定期定额的方法呢 让我自己呢 能够买进在合理价底下的一个平均成本 这是我会使用定期定额的第二个方法 合理价怎么看呢 我会看啊 使用近世纪的美股的总额 就是过去一年啊 它的一个EPS 那呃 乘以呢 我会去看啊 近五年 也就是过去五年 它的本益笔区间 我会选择最高本益笔 跟最低本益笔 加起来除以二 这样子我就可以知道 它的一个本益笔 呃 合理区间在哪里 啊 透过这两个一个参数呢 我就可以据算出来合理价 那呃 这时候呢 我们会跟市场的价格呢 去做比较 当股价呢 是低于我们算出来的合理价的时候呢 其实啊 这时候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买点啊 可以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绿灯 黄灯跟红灯啊 呃 绿灯呢 就是股价低于合理价 这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黄灯呢 是指说啊 这个股价呢 虽然高于合理价 但是呢 它是略高于合理价 其实没有差太多的时候 如果你很想买 或者是说 其实你在建立这个基本的持股的时候 那其实你还可以去做一个小幅买进的 但是呢 如果股价低于 高于合理价了 甚至呢 呃 很接近昂贵价 或高于昂贵价 那这时候呢 呃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定期定额的方式的时候啊 各位的定期定额呢 其实如果你发现呢 呃 这个股价是低于合理价的 那这时候呢 你也可以使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呢 去买进啊 那这样子呢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确保说你的一个买进的这些股票呢 它的一个股价呢 都是低于啊 这个合理价的方式 好 今天谢谢老师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 你看完了以后觉得有收获呢 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起来 每周四和六的晚上八点 我们会准时在YouTube频道的财富狂奔节目 和你再见 拜拜